加把17-110-900认证解析 那我们第一堂的部分 在它的原厂这个部分 我们在进入开始做这个考题解析之前 我想大家环境要先准备 请你用原厂的环境 大家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去处理 问题是在于就是说 当JDK来讲 会用JDK8.0 然后会大家去下载安装 Netbin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会带你安装是802 当然你用8.0或80也都OK 不过它是11版 不是那种SE版 然后我们server的部分 会有两个web server 放网页的部分 要用Glassfish 这个内建里面会有啦 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不用Timecat Timecat是这样 它在支援JSP可以 可是这里会提到的 就是它强调的一个UI的一个套件工具 也是属于framework 一个叫JSF 以及包括让Rasper JSRS的这个API的这个价格 以及还有ECB一大堆 这些东西 Timecat要另外挂 但是Glassfish本身内建在里面都有 等于说 所11要用的伺服器的测试所有功能 我们全部都可以用Glassfish 这就模拟层 跟实际的营业用的那个web logic 跟这个JBuds就很像了 OK 再来 MySQL Server 我们用5.6版 5.6版 当然你的环境如果说可以装BiOK 以上这个流程大家记住 不管你是用Linus Mac 全都可以跑 所以说你不用管你的电脑是什么作业系统 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部分 这几个环境会带大家安装一遍之后呢 然后还有操作 就是先让你基本操作 新增Web專案 很多人可能你是熟悉那个ECOPS或是Integer 去开发新专案 其实罗级就差不多Web專案 熟悉它的操作工具 然后基本的Web Server 这个的测试以及MySQL这么link 这基本操作 那这在第一堂的部分 我们就会来做这一些 那没问题 我们就直接准备进入 这个安装的流程 跟这个所谓的基本操作的教学部分